每位委員10加2 那上午10點30分截止登記 我們首先請林代化林委員發言 主席有請部長 是請張部長 林委員你好 部長縱觀您今天的報告 跟去年年初的時候 大概這個同樣的時間 你的幕僚準備給你的部分 是差不多一樣的 所以對於資產的部分 在上次當中本時有提到 資產其實是有形資產跟無形資產 那我不知道你認為 國營事業今天來的 有中油、台電、台糖、漢翔、台水 的無形資產是什麼 林委員這個問題 其實我也有問過我們的同仁 國營事業確實 也是有一些無形資產 包括有一些比如說專利啊商標啊 或者有一些特別 比如說非土地或者 防射等實質資產之外的一些資產 但是呢我們國營事業這部分的資產 我們感覺上比民營的產業會比較少一點 因為它的性質不同 它的特別的設置的目的以及營運的方式啊 所以它的在這一種無形資產方面比較有限 但是仍然有 好那就好我們說台電好了 你一年呢花了九十三億在補助研究 齁這個各個公司來您說說看你們這個各自齁 這個中油、台電、台塘、漢翔跟台水 就你們花了多少錢在做研究 來那個黃董事長 來有請 是這個跟我們報告一下 呃台電是一家公司啦 所以我們呃所謂的研究經費 其實真正做真正的研究比較少 但是解決我們眼前的問題這個部分比較多 那你們變了九十三億耶 在做這個補助研究耶 呃 九十三億耶 是這個是有包括這個一些委託研究啦 是 包括這個委外的做一些這個 那但是又專你們在這個無形的部分 你們研究出來的東西有沒有價值啊 那麼有沒有有關專利啊 剛才這個部長也講啊 他有些專利啊商標啊 這會是最有價值的無形資產啊 對我跟委員報告 因為以前我在技術處 我其實對這個專利商標 這個其實很重視 我到台電來也問了一下 專利的可能性是比較不高啦 因為這個很多都是解決 正在執行中 我們看到了一些問題 並不是一個比較前瞻性的研究啊 所以他可能是在一些著作權 或者一些技術文件的know how比較多一點 好著作權啦 智慧財產權 在智慧財產權的部分 是比較沒有專利權的部分啦 ok 比較少很多啦 好 好那這個中油 來我們有請中油 那個黃董事長您請回 中油 你們這個無形資產 孔總經理 來 孔總經理 對不起孔總經理 來 您的那個無形資產是什麼 中油的無形資產 第一樣是我們的商標 商標 ABC 那這個是在台灣地區 每年都有獲得這個最佳形象的一個獎 好沒有專利 那專利是有 專利有 我們有研究所所以有專利 好 好來那孔總經理您就請回 台唐 胡董事長 你的無形資產是什麼 胡董事長 是跟委員報告應該是品牌 品牌 嗯 是 好 你的品牌 好 還有呢 品牌 專利 還是有專利 是 好 ok 你請回 來 漢翔 許總經理 台水的阮董事長 你請準備 阮董事長 委員好 無形資產是什麼 是 我們無形資產分兩部分 一個是國防這個 一個是國防的研發 嗯 那這是屬於國防部的 我們幫他做研發工作 那在 咪基方面的話是我們獲得很多的認證 像柏伊Airbus 這個公司的認證 那你說研發的部分應該也有專利啊 那是屬於軍機方面是不能公開的 是當然 但是也有申請 是 好 台水 阮董事長 無形資產是什麼 欸 包包委員 是 我們這個 譬如說專利啦 電腦軟體啦 這些無形資產啦 都是我們本身公司在自用的 是 所以 不是對外 不是對外 好 但是我們 我們自己本身欸 去年 賓的研發費用 一千多萬 嗯 今年七百多萬 是 那你就是申請這個專利 你自用也是要提升你公司的效能嘛 對不對 對 對 要不然你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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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的那個專利要做什麼用 你們自己自用啊 所以我們 所以我們 要做什麼用 有政府專利但是沒有去申請 喔 有專利沒有申請 因為我們只有別水跟我們台水而已 好 好 所以是大部分都是自用的 好 所以申請專利它的這個用途不大 好 好來 阮董你請回 好 部長 我今天就針對專利跟商標就教於你 現在啊 這個跟 這個是政策上的東西啦 是國客會跟我們經濟部下面 技術處可能跟你下面所有的十幾二十個這個基金會都有關係 好 針對我們這個 這個專利的部分 好 智慧財產權以及這個制裁的部分 好 好 那這個我們台灣呢 現在呢我認為都是在比數量 好 哪一個我比不住你這筆錢科專 然後你就生出幾個 啊 這個科專的這個數量 然後到底他到這個到對企業的營運器一個經濟模式 有沒有在評估沒有 我們在做一個專利之前你去投入研發的時候 你有沒有做市場調查 事實上是沒有 第二個 好 好 我們這個專利的佈局 不是在說我不違法 而是說我在專利的不合理的專利佈局當中有沒有保障了我公司的營運的模式 好 我就以這個前陣子啊 Apple HTC跟三星啊 他們在智慧財產權打得火了 好 那這個美國呢 這個Apple他在這個去堵住 好 這個三星跟HTC的智慧財產權有多高深嗎 沒有多高深 可是他做了兩件事情 第一個 他先去查 這個他去預測這個市場 大概呢 他有哪些潛在的競爭者 好 市場調查之後 好 這些潛在競爭者當中 他會進入我美國的市場 好 那我用什麼去卡他 他們的這個技術面當中 或者是他們的策略他們的行銷 我用什麼去卡他 才去研發我的專利 但是我們現在台灣的思維在你經濟部下面 科專計畫180億我都查過了 去年180億 今年也180億 我們的科專計畫當中是沒有這個市場分析 也沒有說從市場當中以及潛在的競爭當中 去發掘我自己的去研發自己的我的競爭優勢 然後進入到國際市場的時候 我能夠卡住他的 我的營運模式的獲利是能夠得到保障的 我們是沒有的 好 所以各位呢 剛才問了那麼多的這個 中油台電台糖漢翔台水 我說這個根本是沒有經營的概念 沒有 既然講到商標 好 那又講到專利 好 就算這個台水董事長講的 我們的專利是自用 好 那我問你 那你這個專利你自用也沒關係 那你為什麼要投入這個研發 是會提升你公司的什麼樣的經營績效 我覺得沒有 所以我認為我覺得很遺憾你今天來做報告 好 你的木樓呢也沒有提供給你 上一次去年 我們研試驗部長在的時候已經質詢過了 好 在無形資產的部分 大家只知道賣土地 好 大家知道呢我們的土地呢怎麼樣的呢 來更有價值 那呢 以工部門事業跟企業是不一樣耶 我們國營事業跟國營企業 事業跟企業什麼不同 事業的話是說以公共性為出發點啊 你企業當然是以私人營利為出發點啊 事業跟企業是不一樣的 好 那現在你看到我們所做的報告 我們都想說怎麼樣的釋放土地給民間 然後呢怎麼樣的賺錢 是以企業的角度並不是以私業的角度 好 所以這個部分啊我覺得你這份報告啊 跟這個 這個幕僚並沒有把之前我們委員大家呢 這個關心的或這個跟你們提醒的部分呢 納入你的報告當中 好 再來 第二點 你們的資產活化 那這個 對你們有講到呢 這個部分要資產活化 那你覺得地方政府的角色在哪裡 需不需要你們在做資產活化的時候 各縣市政府需不需要有一些角色 部長你請答 好 因為我先回答你上面一個問題 先回答第二個 第一個就沒有了嘛 你的報告也沒有服刑資產了啊 時間只剩39秒再加2分鐘了 10加2 好 資產活化當然要跟地方政府 地方政府合作 當然要跟地方政府合作 因為有涉及到都市使用問題 那萬一會遇到困難怎麼辦 那萬一會遇到困難怎麼辦 第一放大家都粉味主義啊 你這邊的政策完全齁 這是要做穩啊 什麼叫做這個 呃台水的部分 你們也有提到說 我這個陳青湖觀光區 去年也講 今年也講 好 台電的中期土地活化 在第五頁當中有高雄特茂三地 好 這個高雄特茂的這個三土地 好 上去年的這個報告也有 今年的報告也有 好 那你們怎麼跟地方政府合作啊 跟地方政府合作希望能夠創造雙贏啦 好 這不是說提供給地方政府無償使用 當然啊 也不是說公益使用 對企業 大家都要配合吧 希望大家都能夠 各自都能夠提供一些協助 讓這個事業能夠有 剛才委員講的企業化經營 好 那我講一個案例 我就跟部長講一個案例 失敗 我就說這個東西你遇到的呢 真的你這個政策有了 就是協調工作 那你協調之後大家回歸本位 無非的爭執的就是錢跟人而已嘛 好 錢 到底是你國營事業出的多 還是我要出的少 人 到底這個人呢 這個到底在國營事業是比照公務人員 那在我這個 如果你們要合作的話 是不是這個人就推給你們的這個地方政府去吸收 大概都這個問題 所以呢 都卡住了 所以我在講的 我陳青湖 你知道嗎 陳青湖是你們之前的陳衝院長 多重視啊 下了紙條 讓你們的國營會的執行長啊 來協調 結果協調之後到台水啊 我最近接到的訊息啊 哇 真的是我做這種團隊齁 沒忘了 市政府願意出錢用公預算去開發 不是開發 去幫你做維護喔 將近一億 包括你門前的門面 包括裡面 你要如何的這個 能夠處於低碳 啊 低度開發 然後又有這個生態的相關的綠美化 然後呢 你們就很本位主義 台水就本位主義 好說 不行 你這個人呢 你們要負責啊 我們有四十 將近四十個員工 好那這個不講 就說 好我們的 第一個第一年的盈虧呢 我們第一年 就虧四千多萬 那你們四千多萬呢 就請市政府先給我四千多萬 那你再去做 市政府都告訴你說 你第一年他要編通少預算去幫你整理 第二年要怎麼樣 包括廢水處理 所以喔 空話啦 部長 你們講這些東西 第一個也沒有 剪刀報告當中 沒有延續去年的大家委員指教的議題 給你提供訊息 第二個 你說要活化 只知道 如何賣土地 把公有的土地 如何呢來營利 並沒有這公共利益 那公共利益 那公共利益 你要跟地方政府要有角色啊 大家協商啊 結果呢 卡住了嘛 本位主義回歸過來 他們一個董事會 說對不起 卡住的原因是因為台水不希望說因為這樣做造成更大的虧損 所以他們還在協商之中 協商嗎 我看不是吧 他已經告訴我說不好意思 我們已經否決了 先繳四千萬 這就是沒有經營思維嘛 這怎麼會有經營思維 這如果是民間 民間的人 哇你政府出錢 把我東西寬好 把我硬體建設寬好 你後來三年 再說三年 我也認為市政 我說也不要過三年來執行看看 如果真的虧損了 好還給你們台水 也沒有 所以空口說白話 每一個案件啊 全台灣 你講到土地火花案件就是這兩個啦 你如果沒有靠著私利來賺錢 或者你要用公利的立場 一定是零 因為你卡到人跟錢的問題啦 好那時間到了 以上謝謝